雲機車騎士 騎車搖搖晃晃 引起這個警方的注意 上前攔叉車果然是聞到 非常濃厚的酒氣 而且要對方 報上自己的身分證 對方竟然好幾次都報錯 連這個名字都謊報 來看一下當時的情況 你有案件嗎 沒有啦 不然有什麼都報不到 不要吵啦 不要緊張 你好好的配合 要不然我就噴辣椒水了 有車 我跟他講啦 你給我配合 最後原警還是查出他的身分 這名61年次的誠信男子 他在查證身分的時候 發現他三年前 就已經因為這個公共危險 還有肇事逃逸 兩個案件被這個司法機關 發佈通緝在案 而且對他進行這個酒冊 酒冊值甚至高達1.07毫克 誇張的是 這已經是他第八次酒駕 他對警方表示 他是在這個工地上班的時候 飲用了酒機的飲品 喝完了之後 就想要直接騎車回家 但是卻被警方當場攔查 而且他一度企圖要逃逸 這個警方現場立刻 對他上前壓制上銬 順利將人逮捕